通过几轮游戏 带大家更好的 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了 好不好 进入我们千年等一回的 圆梦游戏环节 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了 看刚刚大家聊的 这一团和气 非常美好 但其实 在今天的活动开始之前 我们偷偷地在几位主演当中 安插了一位卧底 卧底是这样子的 他上台之后有一个任务 只要他完成任务 并且没有被大家发现 那卧底就算赢了 那如果卧底被猜出了身份的话 其他嘉宾极为获胜 所以待会儿大家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可以观察一下 说谁会是这个游戏里的卧底呢 如果被猜出来 卧底是要接受惩罚的 反正是这样 我平常在剧主 不是个挑事的人 但是今天我得挑挑事 反正你们里头 群众里头有坏人啊 同志们 我跟你们说 有一个人是卧底 而且这个终极惩罚到处 等着吧 等着吧 那我们椅子上好了 坐着聊吧 来 几位就坐 来 几位就坐 他们好像特别善良的 给我准备了个椅子 没有 对对对 离娘近一点 对对对 好的 好了 那这个板 我也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板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活动开始之前 我们在网上 征集了一下 观众朋友们 对92版的 新白娘子传奇 哪个桥段 印象是最深刻的 这有五个 我们总结出了五个 比较经典的 所以一会儿 我们也会再跟各位 聊的过程当中 来揭晓一下说 每一个占的百分比的数值 是多少 我先把这五个 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 来猜猜看 哪个印象是最深刻的 现场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一起来猜猜看 一个是水漫金山寺 一个是白素贞许仙 断桥相逢 第三个是 许世玲雷锋塔救母 第四个是 白素贞喝熊黄酒变成蛇 最后一个吧 一言不合就唱歌 一言不合就唱歌 对92版最大的特点就是 说着说着不知道为什么 啊就唱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先 我们先不揭晓答案之前 我先问问我们的 谈上几位好不好 演员 那小菊呢 小菊哪个印象最深刻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白素贞喝熊黄酒变成蛇 因为以前看电视 那个蛇老大了 对对对对 就是 就是 是拿布壶的 超大一条蛇 然后冲着那个门就出去 就从那个 那个 床里 对对对对 那个蚊帐 对对对对对 那个蚊帐就破蚊帐而出 来 小菊 小菊 我给你还原一下 就是叶童老师穿着一个水衣子 一进入锅说 哎 娘子呢 娘子呢 一条那帐帘里有个大掰手 他就出来了 他急了 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挺好奇的 因为我知道 新版的这个 新版娘子传奇当中 小菊也有很多的造型嘛 是 你自己会对哪个造型印象比较深刻 开场吧 开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因为其实我们定开场的造型的时候 定了很多很多次 大家都是想要说 以一个大家最满意 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出现 对所以开场的时候大家都 虽然后面的衣服也很用心 但是开场真的是很用心很用心 就是你从零舍骨出来那一块 对吧 这个衣服很漂亮 预告片里是有的 我们现在预告片里已经有了 大家有看到吗 对对对 美不美 那我们接下来一下答案 我们必须表一下答案 对 接下来一下答案 那我们按手势来看吧 好吧 第一个 水满金身 水满金身 来 我来帮你一下 这有多少 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这道具做得很用心 粘得如此之牢 我觉得 粘得太牢了吧 我们一个 那我先看下面这个 好好揭晓的 用数学的排除法我就能算出上面那个 这个是百分之四 百分之四 这个 对 百分之十九 十九 然后一言不合就唱歌 最后就一言不合就唱歌 这个应该最多了吧 最坦的啊 百分之四十一 百分之四十一 这肯定赢了那我试这个 你试这个 是 走你 你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十一 果然一言不合就唱歌 这个 看来爱音乐的观众朋友 还是很多呀 对对对 主要是当年那些个歌啊 给大家的这个印象 也是过于的深刻了 你知道吗